小伙伴们眼前的这一根独特的绿色道具 你们还记得它吗 曾经淡宰靠近它 就可以把它举在自己的手中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冯一珍 可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冯一珍道具已经被官方永远地删除掉了 它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淡宰岛 再也不会出现了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冯一珍是淡宰岛中唯一一个尖锐的道具 如果你曾经在淡宰岛中也玩过道具冯一珍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冯一珍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冯一珍道具是淡宰岛中的隐藏道具 它并不像咸鱼和加速鞋道具 在淡宰岛的街边随处可以捡到 曾经淡宰要拿到冯一珍 需要在淡宰岛中找到玩具乐园中的游戏机 靠近游戏机后启动游戏机 才会获得冯一珍道具拿在手中玩耍 而曾经产生冯一珍的游戏机 所出现在淡宰岛的位置 是在绿色漫画店的右侧 可是这一切随着新版本淡宰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绿色漫画店的右侧 已经没有产生冯一珍道具的游戏机了 它已经被删除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在最新版本的淡宰岛 我来到了曾经产生冯一珍道具的游戏机 所出现在淡宰岛的位置 这里已经没有游戏机了 也看不到 关于冯一珍道具的任何蛛丝马迹了 这就意味着 道具冯一珍已经被官方永久地删除掉了 小伙伴们在未来的新版本淡宰岛更新中 你们希望被删除的道具冯一珍 重新回到淡宰岛吗